韩依的弟弟 好吃吗 你好 韩老师 韩老师 来 好吃吗 太好吃了 先跟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带来的这些展示的道具 它的名字叫什么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韩磊 其实我是做食品工艺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些 都是用巧克力和翻糖 做的一些 就是我们的文创版块 用巧克力和翻糖 用食材来做一些 大家可以见到的东西 其实基本上 我们都可以用巧克力 把它实现 对 那这些其实 像我们这个绣花鞋 它是用翻糖做的 这也是翻糖做的 翻糖 对 然后上面这个刺绣的纹路 是用蛋白 就是蛋白加上糖 把它打发 然后做出来的 韩磊 我给大家指引一个细节 你们看这个金边了吗 它还有走线的那个线痕 走线针线的那个线印 对 这种怎么做呀 这个很 没有做多长时间呢 太难了 我们做这个绣花鞋的时候呢 是根据刺绣的方式 其实我们在做绣花鞋 就要去学一下刺绣 做青花词 就要去学一下青花词的制作流程 哇 绣花鞋是根据那个苏绣的方式 按照它的排线的方式 其实我们是用蛋白 它是液态的嘛 和线的方式排线是一样的工艺 只是说换用食材来呈现而已 这个鞋我们其实刚开始研发的时候 花了一个多月 那现在做的话 一双鞋也就两到三天吧 大家可能对翻糖有所了解 但是真要是说起翻糖的历史 大家可能会是一知半解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 这个翻糖诞生于什么时候 它是从什么时候 又进入到中国的 其实翻糖在 在就是它的历史呢 它源自于英国 相对而言呢 它那个应该是在以前 是属于皇室 比较属于奢侈品 食品类的奢侈品 对 皇室里面才会吃的 一个蛋糕 那在其实也就中国 就在近年 近几年 才引入到中国的 但引入到中国之后呢 中国翻糖和国外翻糖 还不一样 因为我们中国文化不同 它为什么叫翻糖呢 其实是糖它反沙 什么叫反沙 糖在进行翻炒的时候 你们见过糖越拉越白吗 它在反沙的时候呢 但是我炒糖骰的时候 会越来越深呢 那是炒过了嘛 那焦糖了嘛 那是焦糖了 对 那国外的时候呢 它那个糖呢 其实素性不强 但是这个翻糖 到我们中国之后呢 我们加入了一些 软化的东西 糖浆 葡萄糖 对 加上了一些蒸酥剂 那到中国之后 翻糖可以做 很多的一切的东西 它的口感 对口感有影响吗 口感是没有影响的 那其实到中国之后 我们现在的翻糖的口味 就得像大白兔 大白兔奶糖 国外的翻糖 其实没那么好吃 其实我们以前会经常出国比赛 现在我们已经培养出十二个世界冠军 这世界冠军都是我们这个行业的 十二个 中国人 中国人 在国外的比赛得了世界冠军 对 他们比什么呢 就是比哪些维度呢 我们比赛要比很多板块 它要比你的艺术修养 就是还有是口味 营养学 就是食材的一些搭配 那我们这几个板块 在比赛里面怎么体现呢 一个是做工艺品 就是做雕塑 雕塑是什么样 有是一米七的高度 用巧克力整个把它做出来 那在这个里面 会用到很多很多的工艺啊 你的雕塑工艺啊 美素工艺啊 烹会啊 色彩搭配啊 结构啊 就是造型能力 这块体现造型能力 对 就是造型能力 你的色彩搭配 你的什么美 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呢 就是口味 口味呢就是 它会指定你一些食材 就是给你一个盒子 里面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打开知道 才知道这个食材是什么 盲盒制作 对 盲盒 它叫神秘模块 神秘食材 然后打开来之后呢 你再用这个材料 现场来自己设计配方 自己自己来 然后就烤口味 那个好吃 对 来品尝 我跟你算同行 我也做甜品 对 然后18年的时候 法国的那个全球烘焙大赛 有幸我也是评委 对 所以他讲的还是蛮对的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甜品 法国是排第一的 这不用讲 我非常高兴看到 就是中国的这个甜品 是越来越强 所以其实整体的这个 工艺来讲的就是 这类的东西 非常的可以呈现出它的美感 所以我觉得它做的还是很漂亮的 因为我也在相关的报道当中 看到过你的经历和故事 你是得翻堂世界冠军的中国第一人吗 对 我是15年 15年得的那个世界冠军 那是翻堂类的世界冠军 还有没有照片 能够让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你当时的那种喜悦 虽然已经是六年前的事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吧 这是当时夺冠的作品吗 对 这是一部分 其实上面还有一节 上面还有 对 还有一节 这全都是翻堂制作 对 全都翻堂制作 用了多长时间 这个我用了20天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你的这个作品吧 从上到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这个图其实它是压扁的 其实它很高的 其实我当时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 当时就想把世界上 所有的翻堂工艺我都要有 然后呢 所有的设计方式 我这里 我这个作品上面也要有 那我要用我们自己有的东西 去赢他们 那我们自己有的东西 就是中国文化 这是国外的师傅都没有的 所以我在整个设计 这个作品的时候 就用到了那个 中国的金巨花旦 后面那个青花瓷 牡丹花 刺绣 脸谱 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孔雀 它是一个很高的孔雀 其实那个蛋白是一个镂空的 一个镂空的线 那整个其实 整个工艺上面应该是 当时我在出品的时候 就是作品摆到那个座位 那个展台上的时候呢 那个裁判就来恭喜我 说赢了 所以你肯定会赢 当时就已经来恭喜你了 对 只是摆出去的时候 就是赢 还没评分了 对 好吧 他们就很热情 在我这个作品之后 就是中国风的翻糖就起来了 对 就是国外的师傅就跟我们开始学习 太棒了 谢谢 还有其他的照片吗 让我们多看看你的作品 有 有 好漂亮 这个是巧克力 这个是巧克力做的孙悟空 对 这个是我们去参加 那个意大利 那个世界杯 FRPGC 它在里面比的东西 就是要巧克力 糖 甜品 然后冰淇淋 这个要全能型的 我当时是 我是17年参加了这个比赛 然后呢 我得了赢奖 得了一个单向冠军 19年我带队去的 我是做裁判 然后我们是得了赢奖 得了两个单向冠军 对 这个多大呀 这个 这个是1米7 那么大 那个巧克力 怎么能固定成那个 头上那个呢 那么细 其实巧克力呢 它是一个油脂 它是油脂类的 然后呢 它在一定温度内 它会结晶 结晶就会布化嘛 其实巧克力它很坚硬的 对 你要就是要了解 它的材料的特性 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没有别的支架什么吗 没有 没有 就是全巧克力啊 可是我觉得巧克力很软 这个整个作品 它是必须不能有支架的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 这个是我夫人的作品 你太太也是做这个 翻糖 她也是在日本得了冠军 这个也是金奖 哇 你们俩适应 好厉害 好牛啊 哎 我想问一下 底下的这些花也是翻糖吗 都是翻糖的 哇 那你觉得你媳妇和你的手艺 哪个更好一点 假的事 我媳妇的手艺比我强 你真会说吗 情商太高了 我问一下 你跟你太太是因为这件事情结缘的 还是结缘之后才一起做了这件事情 我和我太太是因为 应该是因为翻糖和巧克力才结缘的 可以给我们讲一下你们相识的故事吗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是十六岁一起入了行 她十五岁我十六岁嘛 哇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一起入行嘛 谁都感觉自己很厉害 会有竞争的 但我们在进行磨合之后 就是各自呢找到自己的长处 可能说我对设计 对这些新的一些信息啊 新的资源 这个就了解得更快 那我夫人呢 他可以新进下来 来把这个工艺把它做到极致 这样呢 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点 我来设计作品 他来制作 对 然后我来进行准装 我们现在已经很默契 你现在是中国国家队的 教练组组长 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苦恼 或者是困惑 你的这些手艺 交给了别人 别人可能会因为 发展得越来越好 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对吧 可能会挤占你的市场 挤占你的生存空间 在生存和传承之间 你是如何平衡的 一五年得到比赛之后 其实我师傅跟我讲过一句话 因为我的手艺 也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对吧 中国需要更多的冠军 我们这行业需要更多的冠军 对吧 他就跟我这么讲 那个时候 其实我也想过 如果说我是第一个 后面没有了 我永远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 永远是最值钱的那一个 但是呢 后来想来想去 我带了 其实我现在也带徒弟 我现在中国队 现在十二个人 里面大部分都是我教过的 对吧 那我希望就是 有更多的人为中国争光 因为我们比赛是要升国旗的 要做国歌 那种感觉可能是 可能是 手艺人能做到这个地步 是可能是 是追求的目标吧 其实我们做企业也有同感啊 就是说我们在企业的时候 我们当然都想做第一推队 想做最好的那一家公司 但是就是有技术的迭代 有产品的迭代 甚至有团队和 更优秀的人出现 所以这个行业会往前走 行业往前走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是心服口服的 因为它技术确实厉害 或者说它的这个产品的模式 商业模式确实好 它其实某种程度 在推动产业的进步 也推动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其实我觉得 韩磊不仅仅 技艺是上乘的 他的这种胸襟 也是值得我们 给予他掌声和赞扬 就是非常感谢这个 韩磊老师让我们看到 他精湛的记忆 当他说到 在升国旗那一刻 我们心里都会有触动 但我在此也想送给 韩磊老师一份礼物 因为你代表了 不仅是你个人 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 所有的传统文化 向世界展示的平台 那我也希望我看到了 刚才那个图片的呈现 并不美 真的 你的产品和图片 可能不对位 那我想我整体的 帮你打造一套 你对外所有呈现的 你个人的视觉 和你产品的视觉 免费吗 免费 太好了 最少价值五万以上 所以说我觉得 我希望当我们 把中国文化传统地去 用视觉呈现的方式 推广到全国各地 乃至全世界 这也是我觉得 今天我想也是应该 我做的一份小小的 一份心意 也是我的责任 有心了 一鸣 感谢 谢谢 人是拍也是技术 非常精湛的 说了这么半天 说到大家肚子都饿了 接下来 你看 你看 杨荣已经迫不及待 那就杨荣来 我们邀请三位企业家 接下来 你看 你看 杨荣已经迫不及待 那就杨荣来 我们邀请 三位企业家 一名必须得来 再邀请一位谁呢 凯元吧 凯元吧 对 我一定要试一下 来 有请三位到台上来 带点花生下来 近距离 观赏一下 翻堂的作品 观赏一下 韩磊的作品 来吧 几位近距离地看看 尤其是凯元 看看这双鞋 从你这个 做食品的行家角度来讲 怎么样 我觉得 我觉得中国的传统 是同行之间是敌视的 其实我每次看到这种东西 我都特别兴奋 对 因为我们 我们是不做翻堂的 但是这个东西 真的是 我觉得他们做得非常的好 那两位女士 要夸一夸呀 我觉得这核桃做特别好 真想吃大的 给他这个 这个核桃壳上的纹路 松鼠也适合吃核桃 也可以给周伟也带一个 然后 一鸣你觉得哪个 我觉得这个 这是陈皮 陈皮 药材 陈皮特别好 你想吃陈皮 来你告诉他们 我刚才啃的那一口 这个瓶值多少钱 你告诉他们 可以说吗 可以说呀 说吧 多少钱 我们都两万到三万起的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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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会记得把他拿钱啊 但是啊 韩磊一看到我长得这么帅 在台下就跟我说 大老师 我允许你啃一口啊 不收你钱 哎呀 我一下就替我们节目组 省了一大笔的费用了 非常感谢三位企业家的点评 请回到座位上 临行前请一鸣和杨蓉 分别取一个小奖 小礼物吧 来来来 我想拿一个核桃 哦 你不要花生啊 我以为你要早生贵子呢 可以吧 来拿一个陈皮 来拿一个陈皮 哎 你给周伟带一个 你给周伟带一个 大老师 我觉得韩老师 可以给非你莫属 定制一个翻糖logo 对 因为它是保存很久嘛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感的 稍等啊 你看你来都来了 我们也给你做宣传了 是吧 也好吃 就是 你是不是回头 给我们定制一个 非你莫属的翻糖作品 可以啊 我说呢 可以吗 哎 太好了 谢谢 谢谢韩磊 我们也期待着啊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收看节目完整视频